皮一金庄北海領導人金正恩 近日頻繁視察新武器 而今又加碼重磅火力 金正恩19號前往西海衛星發射場 指揮用於極音酥飛彈的新型固態燃料引擎噴射實驗 對於成果表示滿意 預估未來將會試射飛彈 而就在前一天 六枚超大型多管火箭炮齊發 不僅命中險近北道 吉州郡近海的無人島標靶 射程更涵蓋南韓全境 韓媒更發現後方還多出第七個發射台 潛艦火箭炮數量似乎超過六枚 北韓聲稱短程彈道飛彈能夠 攜帶戰術核彈頭 這也讓美國國務院發出警告 尤其金正恩才狠嗆 軍力足以摧毀首爾 而今核武備戰蠢蠢欲動 更讓東北亞局勢劍拔奴張 暫力新聞 監修會報導